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男人一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你喜欢我 我喜欢陈俊 我喜欢陈俊 陈俊偏偏喜欢那个傻丫头素云 你说有的时候人的感情是不是真的挺有意思的 你爱的 他不爱你 他爱你的 你又不爱他 就像那两个人一样 明明两个人深深地相爱喜欢对方 却又变成睁眼瞎 什么都不知道 睁眼瞎还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视而不见你却只能莫可奈何 说得好 我知道你心里面有多难受 有多么的无可奈何 好 我们两个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来 赶一个 大馅薄皮的包子 大馅薄皮的包子 来来 吃葱肉 来来来 喝喝喝 来 来 吃菜啊 吃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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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油泼面 油泼面了 羊肉泡馍卖了卖了啊 酿皮子油泼面 哎呦 看你呀满头的汗 老婆 你怎么出来了 快快快 回家 站一会儿 儿子还能掉出来呀 怎么了 快坐下 快坐下 他踢我 我听一下 我听到了 他好像叫我爹呢 臭死鬼 四季 今天有些话我说得太重了 你别往心里去 大家彼此彼此 其实 其实过去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 也许 过去的事虽然过去了 和发生过的事 却永远无法改变 那年我走得很匆忙 心里面存了很多的为什么 可又觉得没有问的必要 可是不问呢 心里始终放不下 现在面对着你想问 又害怕听到 自己最不想听到的 可即使听到的 是自己想听的 又害怕这一切都是谎言 你是在说你吗 怎么我听起来 句句都像是说我呢 真的吗 你也是这么想 我常常在想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 也许 是 我就想问你一句 那年 是你爹逼你走的 还是你自己决定走的 没有人逼我 是我自己想要走 好 我知道了 我没什么口问的了 我也要问你一件事 说吧 我走了以后 你为什么没有嫁给韩雨萱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嫁给她 我不就做不成今天的白牡丹了吗 这就是这个女子的高明之处啊 你说你刚走了一年吧 三秦般的当家花的 不小心把脚给扭了 这司秦呢 就盯了她三场 嘿 没想到搏了个满堂彩 这个女子就想了 自己好不容易抛头露面 浮上水来 那与其嫁给韩雨萱当小妾 那还不如借着韩雨萱的力量 来巩固自己 当家花旦的这个力量 她就开始勾搭着韩雨萱 时不时的给她点甜头 你看 这才五年的时间呢 她在西安闯下这么大名气 这个女人的心机和城府啊 那真是无人相比啊 没想到这个头派花旦 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我还记得你曾经说过 只想做一个相夫教子的煮饭婆呢 我那么说过吗 那时真是年纪小 连这么违心的话都说得出口 想想我真是太蠢了 就算是这样 我也没当上臣府的二少奶奶呀 可见 机关算尽就能怎么办 董老板 董老板 韩大人 我都跟你说 思琴 哎呀 你可回来了 你总算是回来了 等一下 你可把我急死了 你可不知道 这韩大人哪 非跟我要素云 我说那丫头 根本就没在我这儿 可她不信哪 牡丹哪 素云在哪儿 你一定知道 快告诉我呀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为什么在这儿 有必要向你解释吗 这深更半夜的 你在外边游荡 而且还跟牡丹在一起 我堂堂一个巡抚盘查 你这都不行吗 盘查 韩大人 我只是回家 顺便经过这里 该不会 你又要把我 抓进你的巡抚大牢吧 怎么晚了 你跟牡丹在一起 本官警告你 不许你纠缠他 纠缠 我们只是在路上 碰巧遇到 事实上 我们已经是 陌路之人了 说到纠缠 恐怕就只有 韩大人 最懂的是 你 够了 韩大人 不是要打听素云的下落吗 走 我们进去谈 何必为这种陌路人 浪费时间呢 四星 不可理喻 走走走 我说陈然啊 陈然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男人呢 亏了四星他对你 算了 好 来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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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美人君 臣君 臣君 不要让我看到你 看到你我就把你冻成肉贱 但尽泪痕是臣君 等着瞧 不知心恨谁 臭小哥 喜欢人家为什么憋着不说 你瞎说什么呢 你看 还装是不是 世人都瞧得出来 你很喜欢金暖暖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装糊涂 暖暖对你一往情深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可跟你说 当着他的面你可别说这些 不然 不知道他有多伤心呢 你看 还不承认 这么怕他伤心那就去告诉他 告诉他你对他的心意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啊 你也别禁锢着说我 你自己嗝呢 我 我什么我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呀 说我的时候还偷偷是道 怎么一说到你自己嗝就成了怂包了 我怂我 那位韩小姐呢 你怎么不去告诉他你的心意呢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你呀 炎鱼 有些话我想趁着今天都说了 暖暖的将来就要拜托你了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暖暖 你会对他好的 对吗 这些年暖暖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 皇后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你要好好保护他 哎 虽然 我和暖暖 相处了这么些年 可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成我的亲妹妹 我对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 虽然她是这种地方出身的 可她真是个好姑娘 那人 他对我的情意 这辈子我是还不了了 你替我还吧 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说起了这些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活着 就一定不会让暖暖受委屈 而且我也有信心 别看他现在对你一往情深的 总有一天 我能把他对你的那颗心 转移到我身上 你还别不信 就凭我长得比你玉树灵风 英俊潇洒 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我说臭小子 口气还不小啊 可是那个韩素云呢 你怎么不去告诉他你的心思 我看还是不知道的好 如果将来有一天 他生了孩子 能够想起我这个死陈俊 臭陈俊 烂陈俊 他能够会心的一笑 我想就可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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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恭喜陆大人 来来来 有位 恭喜啊 惊人反贼呢 是啊 已经落网了 最近啊 我一直忙于公务 没有时间请大家喝酒 惭愧啊 来 大家干了这杯 来来来来 干了干了干了 都喝了啊 陆大人 其实抓紧人的事我没怎么处理 您今天把我也请了 真看得起我啊 我猪犬敬您一杯 好 你先喝了 好 谢谢大人 陆大人 你 你 陆大人 五块周全 曾在正大光明殿爆炸前撕够大量的火药 来人 在 给我拿下 是 李大人 那大九楼是韩雨萱的人 本官知道 你也和韩雨萱交情非浅 太后 已经掌握了韩雨萱的罪责 实话告诉你 韩雨萱身边的肇事也已为我所用 何去何从 想好了 陆大人 陆大人 小人不过是小小的守备 手里 手里不过有点小小的兵权 跟 跟韩雨萱是两条道上的人 并没有什么交情啊 陆大人 你千万不要误会 千 千万不要误会啊 马玉坤现在不在了 你代替马玉坤的职位 说明太后还是很赏识你的 是 既然你说跟那韩雨萱没什么交情 本官就信你 来来来 李大人 起来 请起 以后你我还是荣辱与共的好兄弟 对对对 各位 坐下来接着喝 好 来来来来 还坐这儿吧 吓死我了 你刚才 喝 来来来 喝吧 喝吧 来来来 喝起来 来来来 喝喝喝 吃点啊 吃点啊 又是大哥让你给正人送吃的喝的了 是 爷 不都是王公公送的吗 今儿怎么了 我总不认识你 回这位爷 奴才是刚调到御膳房的 今儿王公公他休息 所以就快奴才我来了 好 行行行 过来吧 来来来 来 大爷 今儿这鸡可够新鲜的 你可得好好尝尝 你这是费什么话你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他可是天牢重贩 敢跟他说话 你不要活命了 走走走走 是是是 走走走快点快点 快点 走 走 怎么搞的 走 我 好 我 你 让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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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嘴硬啊 你胆子够大的 怪不得给姑奶奶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呢 把人统统给我带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一年后驴回来了 大胆 韩颂云 你都到这儿了 还敢这么放肆 竟敢直视太后老佛爷 我看你是活腻乎了你 丫头 上回见你一副胆小揉手的样子 怎么今儿个完全不一样了 上回 上回我没有见过你了 你最后一再烦 来一下 你不认为我 你最后一看 是都又要用了 我看你去吧 这个人 还没记得 你只要在那儿 还没记得 来一下 你很心酷 还没关系 你最后一没关系 我看你 你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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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身体 你们自己要写成那样子 我有什么办法 大白 放肆 行了 喊两嗓子就能吓着她 她就不会在这儿了 丫头 你一个劲地打量挨家 干嘛呢 您真的是当今的老佛爷 慈禧太后吗 这 这这这这这这 你这 我说你这小丫头 变了 可真不要命了 我说老佛爷 你是她有这么跟您说话的吗 你也太放肆了 竟敢直呼太后老佛爷的尊惠 还敢怀疑我们老佛爷的身份 我我可告诉你 我真没见过你这号主 丫头 你看哀家不像吗 不像啊 你快闭嘴 为什么 因为你长得实在太漂亮了 比我见过的女人多漂亮 如果你在年轻十几二十几岁的话 哇 在我们去啊 一定是数一数二的美女 你看啊 像三天般的四亲姐啊 然后还满秦楼的花魁静短短啊 都比不过你啊 我爹说 当今的老佛爷啊 至少六十有七了 可是我怎么看你都不像啊 应该顶多只有四十出头吧 不对不对不对 应该是三十五六 一派 老佛爷 不怪他说的倒也是实话 那你也不能跟老佛爷这么说话啊你 行了 嚷嚷什么呀 别吓着人家 丫头 跟哀家说说 这《西京报》通讯搞的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看你看看啊 弄了半天 还是让那丫头抢了头功 你可倒好啊 整个是一个摆设 我以为这回老太太真要重用我呢 谁知道又是个幌子 阿玛 你是没看见四哥哥那样 当着所有的人给我 争出一句 一年后驴回来了 那差点气死我 你呀 我还没说你呢 昨天太后故意拿张报纸让我看 说自从你当了主编 这《西京报》虽然销量减少 可确实是他开心逗闷子的好东西 你听听啊 这话好听啊 这话 有朝一日 我一举拿下那四哥哥 我看他还张狂的起来嘛 行了 你能不能别满脑子就是娘们啊 你这个大阿哥呀 连个姑娘你都斗不过 你当什么皇帝啊 你还做哪门子万岁爷呀 那 那您说我怎么办啊 蠢货 你手里不是有个敬人吗 抓紧点时间 赶紧把敬人的事办妥 办得让老太后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 到时候 在天完蛋了 这皇位顺理成章的就是你的了 到时候我一声令下 那四丫头她想跑也跑不了 你怎么害女人哪 害你呀 你可气死我了 阿玛阿玛 别生那么大气 那四丫头上头不还有个三丫头 这回没跟着来西安吗 听说也是貌似嫦娥美若天仙的 到时候我一准把它许给您 当个侧服劲 怎么样 这什么话呀 这辈分不对 咱们俩是父子 他们俩是姐俩 不不 不行不行不行 什么这个呢 您好好想想 我那个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爹 顺志爷 不还照样把他弟弟的老婆抢来 封了个董岳飞吗 这倒也是 有道理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参见大哥 大哥吉祥 行了行了吉祥 起来吧 那小子在里边怎么样了 好着呢 天天大鱼大肉地伺候着 没打他没骂他 吃饱睡睡饱吃 就差没带他出去逛窑子了 现在啊 养的那可是白白胖胖的 好 下个 请 请 请 静仁 怎么样了 大哥等了你好几天了 那个事该给我个答复了吧 参见大哥 大哥吉祥 我都想明白了 大哥您说得对 虽然我爹是死得冤枉了点 可如今他也活不过来了 我竟然就算为了我爹 也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从今往后 大哥您说什么 我就听您的 这就对了 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 起来吧 谢大哥 这么说 你愿意顺着我的意思办 那扔炸弹的事 竟然乃是被人误导 受人指使 才干下了这种荒唐之事 而指使竟然的 正是当今的觉悟之尊 好 老佛爷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了 你这丫头倒痛快 有什么说什么 家务 李春丽 你们俩一直都跟着哀家 手里头还攥着那东西 想干什么呢 拿着那东西 想向朝廷敲一笔吗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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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佛爷 不敢 不敢 不敢才怪呢 哥哥哥哥 求求您了 好歹我们也共事一场 替你办了好多事 求求你说句好话 求求您了 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 让我怎么求情啊 哥哥哥 求求您了 说句好话吧 哥哥哥哥 老佛爷 你要杀要管 要打要罚 这冲我一个人来好了 他们拍了这些照片 也都是作为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啊 后来他们也是被我挟持的 其实他们挺可怜的 反正我现在都落在你的手里 能招的我也都招了 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至于他们两个 你就发发自卑饶了他们吧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自个儿都是有精没名的人了 张老的还挺齐全的 你叫什么叫啊 你 要不是你来个以退为进 我一时疏忽 栽在你手里我就认了 反正现在自分的事情都已经揭穿了 任哥哥也被放出来了 我也知道我白活了那么多年 还不如死了算了 所谓人之将死 其也也善善 我替这两个人求情 说句公道话 大不了你看我的脑袋 再补我一刀 横叔 我也是死一回啊 你 行了 行了 哀家有说要你死吗 这从头到尾 你犯了哪条罪了 不就是改了几期《西京报》的新闻吗 论不到死 再说 你也是为求公道 为朋友间的仁义 如果哀家就这么把你给杀了 岂不是毫无道理吗 老佛爷 你真的不打算让我死啊 像你这么聪明伶俐的丫头 哀家舍得杀你吗 既然你替他们俩求情 照片的事 哀家就既往不死了 好看 酷 你怎么会变成了 你好 掀家 你尸心 你最终的 你还是雨 哀家 你女子 你带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哀家就给你们来个斩力诀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这一纸 丫头 老佛爷办的公道不公道啊 老佛爷说的话让素银心服口服 老佛爷长得这么美 而且说很有公道 又是那么的慈祥 虽然有一点威严啊 不过您在我心目中就像 就像 观音菩萨 越说越离谱了 竟然把哀家弊成观世音菩萨了 你呀 真的老佛爷 你要是颁想观音菩萨 一定比那画里面的观音菩萨还要美 而且比观音菩萨更像观音菩萨呢 你呀 越说越来劲 你哪是奉承哀家 这是拍哀家马屁了 老佛爷 人家达小也是娇生惯养 堂堂巡抚大人的千金大小姐 连我爹给我定的亲事我都敢逃了 连我爹的面子我都不给 还把他尝尝气得吹胡子瞪眼的 我哪会拍人马屁啊 要不是真心话的话 我才不会说呢 而且你长得美不美 但电影就都看得到啊 就是就是 可不是嘛 大家都看着了 肺腑之言 肺腑之言啊 老佛爷 要是您认为肃云 是为了给自己脱罪 才奉承您的话 那你就当完说好了 不如赐我一死吧 怎么跟老佛爷这么说话呢 还给老佛爷赌上气了 宠坏了吧 宠坏了 都让他爹给宠坏了 整个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魂不立 要想拍别人马屁啊 免谈 是有点被宠坏 不过倒是个实在人啊 实在 就没见过这么实在的丫头 说真的 过两天呐 哀家还真想办上观音 让他们拍两张照片呢 老佛爷 您等我回来 您等我回来 一转给您好好照几张观音像 保证比观音还观音 行了 要保小命 就赶紧替哀家去查苍蝇帮 一样的话 到他们嘴里听起来 咱们就那么别扭 十足的马屁金 还不赶紧去 滚 滚 滚滚滚滚滚滚 马上就滚 滚滚滚滚滚滚滚자� 起来吧 谢老佛爷 丫头啊 哀家可不能放你走啊 免得你又到处给我捣乱 小三 以后他就跟着你了 只要不出宫 你们爱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啊 老祖宗 他是小妹妹 你就让着他点 哀家一个人在宫里也闷得慌 多一个人解闷 你不乐意 事尽尊老祖祖的安排 小李子 罗赛赛 回头给韩雨萱捎个信 就说 这丫头 哀家喜欢留下了 哀家不会亏待她的 让她放心 喳 本想这前账房一死死无对证 可还让卢勇看出来了 哀家 大酒楼也下落不明啊 八尘也落到卢勇的手中 我们俩好不容易上回躲过了那一灾 如今又招来这一户 咱们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 还多亏卢勇啊 贪 没一杆子捅到老佛爷那儿去 还不贪哪 一张口就是四百万两白银 这这这这银子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毁张老 四百万两虽然不是个小数 可是我里里外外 家里的房产地契把他们一打理 我还凑得够 老韩 你何出此言 咱们俩从来都是同甘共苦 共担荣辱 你现在碰到这么大的事儿 怎么不用我管了呢 你不知道吧 我感觉呀 这次我这把老骨头啊 怕是凶多吉少啊 与其你我俩同归于尽 倒不如保住了你 也好有人去照料我的素云呢 你这事儿啊 我越听越听不懂 这卢勇不是要银子吗 咱们给他银子 封住了口 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哪儿来得凶多吉少了呢 事情哪儿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卢勇他敢于狮子大开口啊 说明他有恃无恐 我就算是把这四百万两银子 给他奉上了 无非呀 就是多拖一点时间 早晚我得死在他手上 我之所以把这四百万两银子 给他 就是想 抽出一点时间 我好出城 去办一件事 这个时候不全力以赴对付那个卢勇 你出城干什么吗 这你就不用问了 这边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我 ask你 求求 求你们别再用行了 我 我知道的 我 我都说了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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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 真的都说了 果真没别的了 大人 赵师爷 你觉得他都说了吗 大人 我看他这次算是都招了 您看看 他从替韩玉轩当差到今儿的事 算是从头到尾都说了一遍 我看不会有什么遗漏了 那赵师爷都说了 那行就不用上了 老规矩送他上路 卢勇 你个王八蛋 你断子绝孙 你不得好死啊 驾 这些年来与你陈家出了河谷以外 我自己的一些 天产地气 献计银票什么的 我估摸了一下 也能值个五六百万 我出城之后啊 你尽快想办法都出手 一定抓你 除了给 给那卢勇四百万以外 其余的 你就帮我在钱庄里头给素云开个户头就行了 还有 慢着慢着 今儿怎么听你说话想交代后事啊 老汗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知道 素云他回来过 素云回来了 这好事啊 好什么 他都不认我这个爹了 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他那次听到了我和卢勇的谈话 这些年 我一直是瞒着他的 这回他全知道了 我这个爹呀 已经成了他的齐齿大乳了 哎 然而还不是看不起他这个爹呀 你说说 孩子们怎么不明白呢 说来说去 咱们这当爹的不都为他们好吗 这个素云怪罪你的话 你问问他 这么多年了 谁给他的锦衣玉食 谁没让他受半点委屈啊 其实这孩子们哪也不无道理啊 啊 素云的话 说的也有道理 如今 想来想去不就是为了钱吗 其实啊 要真是为了孩子们好 就应该让他们过得舒心活的自在 钱哪够用就得了 哎 是啊 过去说这个话 我不屑一顾 今天说来实在是感同身受啊 当初 你为了素云跨出一个摊子 如今你又为了素云收入了一个摊子 你这么做别人不懂 我懂啊 哎 这些天的时间我也一直在琢磨 孩子们都长大了 也懂得好歹了 这个时候再不收手的话 那咱们这辈子提心吊胆 机关算尽 临了临了啊 身败名列不说 就说连咱们自己的孩子 都不齿于咱们 那这辈子 风光也罢 全是也罢 那都成了莫大的悲哀 和讽刺了 那你这次出城到底要干什么呢 有件事你不知道 我手里头啊 有几件 当时真奇 可说是无价之宝 这次我答应给卢勇四百万 也就是为了抢出时间来出城 去安置这几件东西 万一我有什么不测的话 也可以给素云留条后路 免得她给我受连累呀 兽中有宝人人窥之啊 你就不怕给素云留下这些东西 让素云反遭杀身之祸吗 正因为啊 兽中有宝人人窥之 这素云才能免遭一场杀身之祸呀 我经过周密的考虑 今天我跟你说句实话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你听到什么传闻 我要你记住我一句话 你都做了事 要你都应该多导的 我明白了 你是说 看来你为素云是费尽了心思啊 老爷 不要 坐下 我存读了 老爷 宫里头来人说大小姐在宫里呢 什么 这肃云她怎么会再行在呢 不知道啊 传话的太监说大小姐在宫里 深得太后喜欢 被太后留下了 什么 让太后留下了 好梦难追 夜来像甜蜜的续云 情这一切 我情月为爱失眠 木人回首 灯火阑珊 怎么看不见 昨日红颜 冰冠离歌 唱不尽梦断情声 爱是春风 吹不散两颗城 慢慢来路 相逢何处 怎么忘记那 许下的誓言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语言 我爱你一百年 那一尘苦虑尘缘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语言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语言 就用回忆的缠绵 就用回忆的缠绵 拥有那思念的永远 当你一百年 今生也无人 不管离歌 唱不尽短情声 爱是春风 吹不散两颗茶 慢慢来路 相逢何处 怎能忘记那 许下的誓言 我爱你一百年 哪怕是过夜语言 我爱你一百年 那一尘苦虑尘缘 享用回忆的缠绵 拥有那思念的永远 等你一百年 今生也无缘 召集所有的王公大臣 今儿晚上咱们来个公审敬人 这老皇爷喜欢的 就是您闺女这个风劲 别说是给您带来了杀身之祸 就是帮您免一场杀身之祸 也未可知啊 哀家就直话直说了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你与哀家可真是水火不容啊 那是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